而另据共同社的报道说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3号透露 日本政府在确定2016年度以后 驻日美军经费负担的特别协定谈判当中 向美方要求大幅度的削减日方的负担金额 日方要求在目前大约1900亿日元 约合是人民币1100亿元的基础之上 要减少500亿日元以上 报道称 2011年缔结的现行特别协定 将于2016年3月到期 日本政府将尽全力进行谈判 以求在2016年度预算案编制前 也就是今年12月中旬以前 就新协定达成实质协议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称 在日本负担的约2.2万名基地工作者的工资中 政府希望大幅削减超市 餐饮店等娱乐设施的约5800名工作人员的工资 此外 还向美方要求削减日方负担的美军设施水电煤气费用 日本政府称 日本基于安保法强化对美支援 财政负担也将因此变得更重 如果不减少日方负担的驻日美军经费预算 将无法得到国民的理解 鉴于日本国内财政形势日益严峻 日本政府表示无法维持现行的负担水平 另一方面美方已在日本国内新部署了两艘最尖端的宙斯顿舰 负担有所增大为由 要求日本增加预算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强调称 两国的认识相差甚远 日美谈判从今年7月开始 由双方外务和防卫部门实施 下次谈判预计于11月上旬举行 分析称 日本9月通过了安保法案 可强化对美军支援 作为回报 日方希望得到美方对削减财政赤字举措的理解 然而目前还无法保证会得到美方的同意 协调工作势必困难重重 感谢观看